新闻开始来关心这起案情大逆转的事件 日前在新北市淡水区有一间装潢行发生了命案 老板和前员工疑似是因为工程款项起了纠纷 前员工拿开山刀朝老板挥砍 被老板以折叠刀板急伤众不治 原先警方依杀人罪移送老板 没有想到在检方复训的时候 募集的员工说六嘴 表示老板是第17岁的儿子顶罪 老板这才土石 而目前老板5万块钱交保 但是筹不出钱又被收押 儿子则是移送少年法庭 走出警局 他是装潢行老板的儿子 老板和前员工疑似为了工程款起纠纷 前员工遭折叠刀刺杀伤众不治 原以为是老板下的手 没想到案情大逆转 居然是老板替儿子顶罪 是帮爸爸出去吗 日前李姓前员工和陈姓老板为了工程款 深夜约在装潢行泡茶谈判 因为前员工疑似私吞十几万 老板质问何时还钱 结果他双手一摊说没钱还 也没私吞那么多 气得老板拍桌爆发冲突 一看老板拍桌 他就拿开身刀挥砍被老板闪过 在挥刀时刀卡在门边 自己反背对方以折叠刀反击 刺杀重伤送医不治 事后陈姓老板抱头痛哭 被移送侦办 没想到检方复讯时 装潢行的员工因为良心不安 不小心说溜嘴 表示老板不舍儿子 年纪还小才出面顶罪 实际上当时老板是用铁棍打 拿着跌刀刺杀的其实是儿子 老板被以顶替罪五万元交保 但酬不到钱又被收押 儿子则被移送少年法庭 究竟父子是一时失守还是刻意刺杀 检警持续追真相 理清案情 记者梁子月斑马旺家 新北采访报道